杨伟忠,忠,为救女儿而溺弊 屠摘自杨伟忠脸书 分享 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杨伟中国外旅游 为救爱女不幸溺弊的消息传回台湾 引起许多人的不舍 而成大电机系教授李中献在网上发文回应 表示这几天一直在思考 如果是自己会不会跳下去 结论是认为杨伟忠跳下去应该是高兴的 希望杨的女儿不要为此内疚 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的李中献发表这篇身为父亲的责任 引起不少网友的共鸣 文章如下看到杨伟忠溺弊的新闻 突然陷入一种恐慌的情境 我也有女儿 暑假刚从关岛回来 在关岛的时候也全家到无人的悬崖 和人烟稀少的海滩探险 如果女儿掉下去了 我有办法像杨伟忠这么勇敢的跳下去吗 女王说这不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都一定会跳下去 如果是直觉的反应 不用思考就跳下去 这样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吗 这样跳下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吗 我们平常需要深思熟虑 为这种时刻做准备吗 看到这则新闻很多人敢配杨伟忠的勇敢 有人陈述他从政的背景和其中投台相关的历程 也有人渴望冷血为自己的党国利益借机嘲讽 更有他从野百合及新闻界以来各种朋友的哀悼 悲伤与怀念 但是不晓得有多少像我这样无聊的人 会为这个问题思考一整天 会不会跳下去 到底为什么要跳下去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样的情绪笼罩了我一整天 在危机那一瞬间 其实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的 如果不跳下去 我想活住应该比死更难过 这种遗憾 后悔没有把握最后一线生机的心情 将会笼罩在以后的每一天 这样活住其实跟死去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所受到时时刻刻的煎熬 更如同活在地狱当中 他跳下去了 就回自己的女儿 像英雄一般的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小女生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内疚 奶的爸爸跳下去是理性的行为 不只为了奶 也为了他自己 我想他应该很高兴自己跳下去 成功地把奶救回来 有身为父亲的感觉 就具备了公民的所有美德 哥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